hello大家好我是RT 平常出了看动画以外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追剧的 不管是陆剧韩剧日剧台剧美剧 只要是对我胃口的都不会放过 比较常追的剧大概就是一些古装剧 日剧最固定会追的就是大和剧了 毕竟大哥你是懂我的 我喜欢历史嘛 例如去年小力巡演的连昌殿的十三人 编剧是我同样有看完的真田丸 还有电影清虚会议的山谷信喜负责 个人觉得这部真的是有别以往的大和剧 幽默又黑暗相当有意思 其他还有三年黑斑啊 黑暗农药啊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啊 属于养成记啊 都是蛮有趣的作品 不过今天要分享的都不是这些 而是一部目前指出了四集的日剧 重启人生 是的有外星没有日本那些花枝招展的 女星亮眼的安藤英主演 配角还有之前有点红的 Siren的女二夏凡 而这部作品就如同标题告诉你的 如果你的人生能够再过一次 你会怎么过呢 又有哪些后悔的地方或者关键的人事物 是你想要去改变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重启人生吧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补补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呦 那么接下来会有99%的剧透 无法的人还请在我数到山前赶紧逃离 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33岁还住在家里的单身女主角 敬藤玛美就像我一样 在这狗屁炒房经济火车头的年头 我也还是只能归在家里握心藏胆 不过女主角大概就只是觉得住家里比较方便而已 日本不管是要买房还是租房都相对友善很多 而他们的敬藤玛美从事着铁饭丸的日本公务员工作 福利有卧社会信用度高 但是常常要应付一些全世界都会有的刁民 而公务员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不管做什么都要得到批准 就算你只是买一只该死的gob damn pen 也得经过自己部门的系长课长 再经过会计系的系长和课长批准 才会向厂商下单 如此一来一往一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务员效率 我们的沙神江卫克也等到老死去了 后来女主跑去跟死党们庆森 这边居然在纠结着店员会不会拿仙女棒过来庆森的问题 女主知道寿星朋友不喜欢仙女棒庆森 便终止了今年的这项动作 寿星却怕你们都有 店员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差别在域了呢 真的是相当真实与生活化的讨论 单单一个话题就倒出了日本人的习性 后来三男说他先去拍了张 现在台湾已经不流行的大头天 又去卡拉OK唱歌 还碰到了以前的同学在这里打工 这个打工仔还特别招待了他们一篮薯条 这边三人又开始纠结了 明明刚刚才说他们都吃饱了 怎么他就没点自觉招待我们饮料呢 后来又开始聊起了这位同学的八卦 打工仔做音乐没做出名堂 还搞到跟老婆离婚 都是因为大家学生时期去唱歌的时候 鼓吹他唱歌很厉害 甚至还跟他要签名 害得他跑去搞音乐 却现在变成打工仔还跟老婆离婚 不过打工仔现在又跟另一个打工仔奉旨成婚 还以此为契机放弃音乐 踏踏实实的身兼好几份工 堪称打工界的王者 那是什么呢 依旧是个打工仔 不过他个人如果甘之如鱼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结果三人在唱歌的期间居然还多叫了一篮薯条来吃 甚至还都吃完了 结果你们前面还在嫌人家送薯条哦 为什么觉得编剧编的时代好合理啊 后来三人在车上聊到了学生时期讨厌的老师 他们马美还被他没收一台传说中的GBA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还他 当年新买的逆转裁判二 甚至连一次都还没玩过 实在是恨啊 不过这老师后来因为出事就被学校给裁掉了 然后就是相当有意思的时间相对论 也就是对三岁小孩来说 一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 但是对三十岁的人来说 一年就只是人生的三十分之一 因此一年对年长者来说 感觉就相对的变短了 才会觉得哇哦时间过得好快啊 不过我个人觉得其实就只是成年后你要做的事 多到让你没空发现时间的流失罢了 只有二十四小时要当社数 还要吃饭睡觉洗澡打洞洞 有家似的还要分一堆时间给小孩老婆家人 你一直会觉得一天怎么只有该死的二十四小时呢 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呢 这就是时间过得很快的原因 如果成年的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话 不是你很幸福的发闲 就是你很痛苦的度日如年 后来三人又到一间便利商店补充能量 就在大家虚寒问暖散会之后 这者我们的女主角 啪的一声就没了 接着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大片的空白 而且没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排队 这上帝的伺服气氛流做的真的是相当的好 每个死者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员 不过既然都有死后世界的存在了 每个死者都有专员服务 应该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才是 不过这里最让我感到讶异的还是 马美对于自己的死 一点恐惧懊悔甚至伤心难过都没有 而事以来就好像没事一样的办理手续 这边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于是在这里得知自己 接下来要投胎成一只 瓜地马拉东南部的大食一兽的女主 总算开始有了一点抗拒 而这边下辈子会投胎成什么的机制 就跟这么九万把刀的月老是99.99%相似 毕竟宗教也都是差不多的系统对吧 总之就是要鸡鸡鸣鸣得 才能够投胎成自己想投胎的东西 不过这边服务员就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新系统 那就是人参重来枪 哦不 我是说人参重来门 只要进到另一边的门 就可以重过一次原本的人参 借此修正人参并鸡鸡鸣鸣得 来达到转身成目标生物的目的 这边基本上除了生无可恋的人以外 应该90%都会选择砍掉重点才是 那么重点就来了 砍掉重点的你是否有那个意志力 让自己走上不一样的道路呢 又或者会比上辈子还要更废材呢 当然这边的前提是不去搞什么 既乐透号码之类的旁门左道 而是认认真真的重过也是原本的人生 这边咱们的妈妹还很思想的直接假扮 婴儿到她长大为止 还知道不能被当作神童 毕竟她本来就不是什么神童来着 就这样很快地来到了幼稚园时期 这个时期的小朋友每个都想当水星先知 就只有咱们成年的主角要当坏人 就像我女儿一样 姐姐们跟她玩的时候都说谁当鬼 只有她想都没想就说我来当 你要不是也重启人生 就是还不懂当鬼的无趣啊孩子 然后就是小时候常做的西石花蜜 这边也没有漏掉 基本上新年级生会做的那些 这边统统都有 后来妈妹总算要发挥重启人生的功效 那就是阻止同学的爸爸跟老师不轮 第一轮这事件造成同学搬家老师也跟着消失 于是女主开始各种打扰两人约会 不过这招基本上没什么用 后来只好透过BBQ下狠招 没错那个年头还在流行现在消失的BBQ 应该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鬼东西的存在了才是 就这样妈妹直接偷龙转风掉渣男给老师的纸条 再连夜跑去用现在也已经消失的差不多的 公共电话传恐吓讯息给渣男 就这么顺利让极极应应的的渣男知难而退 成功的让自己极极应应的 这也顺便造就了自己之后小学多了一个玩伴 不过其他所有的生活还是跟第一轮一样 然后就是日本国小流行的电子机 同样也是现今七年极深流行过的生物 这边主角第一轮太晚买只能买到半 第二轮就非常浪费才能的在电子机大红大紫前先行购入了最稀有的白色 还交给他的小伙伴帮他饲养 这个玩法实在是太大了 不会是生活过第二轮的主角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今索游都有自动练功的概念吧 那他们同年其他玩的还有贴纸部交换贴纸啦 不然就是个人档案部啦 不过这边日本似乎是先写起来放 我的国小是要毕业了才拿给别人写 其他国小我就不清楚了 再来就是上高中因为荷尔蒙作祟 就算他有50年的肢力 还是会整天看他爸爸不爽 看到这里我不禁就担心了起来 我家的剧魔以后也会这样看我吗 顺带一提女主角正在看娜娜 再后来就是大学的借钱渣男男友 第二轮直接不跟他在一起 结果他却成了一年赚10亿的男人 然后就是打公仔跟他们一起唱歌的那天 主角很犹豫到底要不要阻止他的音乐梦 最后还是选择了让他自生自灭 除了这么做会让场面极度尴尬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后来的那个孩子 很可能因为他的阻止而消失 要换成的是各位观众 你们会怎么做呢 应该很多都是主旨派的吧 就那孩子不降生在打工的环境之中 后来第二轮的女主这次不干公务员 改跑去当药祭司 都是因为他这轮的成绩比上一轮要好上一点 要换做是各位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成绩也更上一层楼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办法啦 后来还在无意间救了讨仁彦老师 他被误论是电车吃汗 幸好女主想录下讨仁彦老师跟好朋友分享 只有这么好死不死的录下他清白的证据 而老师在第一轮救是因为这件事被辞职 这次终于被主角所救还亲自登门泄力 更将当年的GBA还给了主角 不过已经是破关过的了 果然那天还是不要救他比较好对吧 后来马美还因为药祭司的身份成功的拯救自己的爷爷 总之就是一部剧情相当有趣的作品 让人很想知道他会怎么运用重启人生的功能闯关 重点来说这部重启人生以相当有趣的观点切入人生 加上平易近人的日常话题 并带入了许多当年的怀旧老物 勾起观众们的怀疑借持引发共鸣 而且前面的那位天堂服务员 又是编剧笨蛋节奏本能 再搭上现今流行到烂调的转身题材 可说是一部相当有意思的日剧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我是RT 如果能够重启人生 你想做什么呢 我们下次见 拜拜